主持人 主持人 還有我們在場的 學者專家 還有我們在場的 非常多的 北投地區的居民 還有里長代表 通通都到了現場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其實看到現場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就是帶著十足的勇氣 因為其實 到現場來 有的是贊成 有的是反對 那我是今天唯一到場的民意代表 我也鼓足了 勇氣來面對 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北投攬車 到底要不要新建的 表達我一點 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其實我不是無條件的 反對 我是有條件的 贊成 請各位要聽清楚 我不是無條件的反對 我是有條件的贊成 那我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在我第一屆當議員的 第一個會期的交通委員會的 會期的諮詢 我就提出來 針對北投攬車 我當時提的距離現在差不多十年 快十年了 那個時候我提到的就是 針對我們這個北投攬車 如果新建的話 未來的一個停車的問題 因為這個停車的問題 是非常現實的 你一旦開這個開始的話 不但是影響交通 也影響到社區 它的一個品質 同時還會對社區本身 它的停車的使用 會有排擠的作用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一個關切 不是反對 而是希望我們市政府 針對我們大家的關心 提出相關的配套 然後來說服我們所有反對的民眾 但是十年過去了 結果 我還是 在我們黨團會議裡面 我也面對我們好市長 提出這樣子的 一個我個人 長期以來 一直在關心的這個議題 其他的議題我也是關心 但是我認為這個議題 是我一直要關心的 而且衝擊最大的 結果 我得到的 給我的說明跟報告 幾乎是跟十年前是一模一樣 各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想想看 我們 有多少的信任 在這裡 同時我剛剛也非常仔細在聽 就是在做這個簡報的這個報告的人 他自己都在這個報告裡面 他剛剛都承認 現在目前他的這個停車 事實上都已經成飽和的現象 我相信在座大家都有耳朵都聽到這句話 所以在目前都已經成飽和的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那我不知道未來 不管是接駁也好啦 什麼用這個很多的想到的這些方法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市政府有很多的BOT案 但是到最後 如果在這裏 都在這裏也是一大堆 所以在這邊 我一再的要強調 今天我們市政府 如果要推這個北投欄車 我不是反對 但是一定要讓民眾 你要去除大家的疑慮 你要讓大家安心 但是這是有方法 有手段 有一個解套的 政策的做法 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這邊要強調的 就是這幾點 那我在這邊也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這個月 我們有一個黨團會議 我們這個是我們市長主持的黨團會議 當時的市長非常明確的回應我說 針對這個北投欄車 他個人沒有定見 而且他也非常尊重 我們地方上不管是正面贊成的 或是反對的聲音 他說只有三個狀況他必須要考量 一個就是暫停 一個就是暫停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塔住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這個有關乎這個隱私 以及經過學校安全這方面的問題 他說如果這三個問題都能夠來處理 都能夠來排除的話 他個人也是沒有問題 他也是會在 但是就是說這個是他的前提 所以在這邊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以上是我個人 今天早上來參加這個公聽會 也把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在這邊跟大家來分享 也來做一個很明確的表達 在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